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七分靠运气 七分靠打拼的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天上是不会主动掉下馅饼的 可以说 做人 没有谁愿意一拼如洗的 大家都想有些钱 有些资产 都想吃好穿好 风风光光的 人到中年 要让自己由穷困到八家致富 家庭美好幸福 就要努力做好以下这四件事 那么 究竟是哪四件事呢 第一 家和 家 是温暖的港湾 是安心的所在 是一家人的窝 一个幸福的家 有最爱的伴侣 有可爱的孩子 一家人朝夕相伴 其乐融融 生活总是告诉我们 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总有一个为之奉献的伟大女人 一个春风得意的女人 背后必然有一个了不起的男人 古人云 好女人是旺三代的 女人不但撑起一片天 还能左右一个家庭的成败和幸福 很多时候 男人的一生站得高不高 走得远不远 取决于能否有一个好女人 一个聪明的女人 能上照顾好老人 能下呵护好小孩 有调有理的打理好家庭 让男人无后顾之忧 勇往直前 这样的家庭想不成功 不发达都难 第二 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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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